在加沙地帶交戰雙方的和談破裂後,以色列軍隊繼續對加沙地帶進行空襲,同時激進分子又再開始向以色列境內發射火箭彈。 以色列軍方星期三表示,已經實施了30次的夜間空襲,而激進分子從加沙地帶也發射了大約70枚的火箭彈。 停火維持了10天,在這個期間談判代表在開羅舉行會談,尋找持久結束6個星期前爆發的這場危機途徑。 巴勒斯坦方面要求以色列結束對加沙地帶的封鎖,而以色列就要求哈馬斯解除無作,雙方未能夠就這些要求達成協議。 在停火星期二夜間到期的幾個小時前,激進分子的火箭彈就落入了以色列境內,隨後以色列發動空襲。 巴勒斯坦當局表示,空襲造成了一名婦女以及一名兩歲女孩死亡。